好金钱的火烧吹以外 民众募集 车子在马路中央烧了起来 一边拍摄 一边叫现场的民众赶紧帮忙报案 冬烟越来越多 也担心烧到了油箱会引发爆炸 要旁边的人赶紧退开 拍摄的人也小心保持距离 还有民众拿来了灭火器 帮忙灭火 整个起来了 不过火势燃烧起来之后 变火器无法把火势给扑灭 后来还是由消防队来到现场 把火势给扑灭了 这些火烧车发生在苗栗头粪 民族路跟中华路口 非常接近菜市场 这里车来车往人潮相当的多 从监视器上面看到 当时这辆车停等红灯 就在停下来的时候 看到车底下冒出了火光 紧接着引擎盖就开始冒烟 驾驶赶紧下车避难 没多久车子就烧了起来 后方的车辆以及旁边的机车 赶紧退避 驾驶说是一部28年的老车 当时要开回竹南 怀疑是因为水箱没水了 引发火烧车 好把时间交换给彭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